泰國一直以來都是香港人的旅遊園滿城地 而香港金融管理國和泰國中央銀行在去年12月 就推出了轉數快乘complay跨境二維碼支付互聯 泰國和香港的旅客只需要分別掃描香港商戶轉數快二維碼 和泰國商戶complay二維碼就可以向商戶直接付款 可以說是為兩地旅客提供了安全便捷的跨境零售支付方式 香港的旅客現時可以在泰國大約870萬間的商戶使用轉數快付款 而平均每筆交易的金額大概是港幣200元左右 最高的消費金額也有接近1萬元 主要是在商場、超市、免稅店、餐飲和公共交通等服務支付 而根據泰國方面的數字 香港在2024年1月已經跡身為 泰國跨境二維碼支付交易量的第三位 僅僅是次於旅客量遠超香港的馬來西亞和印尼 由此可見 轉數快乘complay互聯安排自推出至今 都是深受香港和泰國人歡迎的 為兩地的旅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未來當局要密切留意使用者、參與者的反骨意見 同時要加強有關的宣傳活動 介紹使用流程和注意事項 從而提升市民對服務的認知度 進一步擴大跨境二維碼支付互聯的應用 安全、高效、便利和多元化的電子支付 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我相信等到轉數快乘complay 運作成熟之後 當個未來會將服務拓展至更多地區 和擴大不同位種結算 旁邊 旁邊